家常扇贝肉 锅中放入适量清水烧开 放入扇贝肉 料酒一勺 焯水一分钟后捞出待用 锅中放入适量油 油温烧至七成热 放入姜蒜末 干辣椒段 豆瓣酱一勺炒出红油 放入青红椒 洋葱块 翻炒均匀 加入扇贝肉继续翻炒 放入生抽半勺 料酒半勺 盐半勺 鸡精半勺 翻炒均匀后即可出锅